杀警的零性嫌犯 搭客運逃亡到新竹下車 看起來非常悠哉 慢慢墮步 但是下一秒 四五名警察 從黑色轎车冲出來壓制 警戒著大批警力瞬間涌上 動作迅速 让嫌犯措手不及 连反抗挣扎的机会也没有 警方出动近八十名警力包围 当时零性嫌犯 把抢来的警用手枪就放在身上 而且已经上膛 我们车子都散步在四周 包括停车场 包括他不管往哪一个方向 只要他只要下车用步行的话 一定不会逃过我们的 对我们的逮捕跟压制 成功围捕靠的是超前部署 新竹警方在客运站前后 各安排了两台黑轿车 总共四台车前后包夹 每台车上都有四到五位刑警待命 不只这样车站对面 甚至周围暗像 也全是警力埋伏围堵 直到嫌犯下车后往左转 客运离开确定不会伤及无辜乘客 第一台车上的新竹警力 马上出动压制 接着四面八方部署的警察一涌而上 前后大约十公尺左右 都有埋伏一些车辆 刚抢完超商 所以他身上有几千块的钱 只要不要刺激到他 他在公车上应该是安全的 根据经验研判可能路线 循限追查一路被上百人 才成功断了嫌犯的逃亡路 华氏新闻新竹台南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 我们的CH52华氏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